好的,歡迎各位再來到阿代反航軍國際新聞的現場 這個上週不知道怎麼搞的 我好像又去打混了 所以我們又隔了一週 那今天又再來 還是有很多新的國際新聞update 我們今天同樣請到現場 是這個瘋傳媒的炎季宇副總編輯 來跟大家聊一聊 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瘋傳媒的炎季宇 那今天我們第一個要討論的是什麼新聞 大家先談一個小騰騰 昨天剛出爐的新聞 非常燒燙的新聞 對,就是美國蘋果 就是台灣蘋果 美國蘋果的CEO大總管 執行長Tim Cook 也就是賈博斯接任的下一個管理者 對,賈博斯的接班人 接班人 Tim Cook 正式出櫃 而且還是投書到Bloomberg去 對,Bloomberg Business Week 彭博商業周刊 彭博商業周刊 他是親自撰文 他不是接受訪問 他是親自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文章 敷術他的心路歷程 那其實Tim Cook 五十幾歲 他當然一直都沒有結婚 那其實之前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 至少不是異性戀 對 就是他不是百分之百守密 但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公開承認我 對 所以這其實並不是多驚爆的消息 所以說大家本來以為他異性戀 結果他說他是同性戀 其實倒不是 其實在科技界當然已經是廣為人知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另一半 他的partner 從來沒有曝光 沒有人知道他是省力 對 蘋果雲端最近最近常常露的東西出來 對 不過這一點倒是守得很好 不過Tim Cook 昨天 昨天他在Burlumber Business Week 這樣寫的那篇文章 還是引起相當大的反響 是因為我自己的看法 是我覺得比較訝異的是 應該這麼說 就是 Steve Jobs 反而比較像這個同志 因為他的藝術氣息比較濃厚 但是Tim Cook 過去一直是以這個流程管理 然後Costum 著稱 他比較有點像是工程師 那我們傳統上認為同志的 藝術細胞比較好 然後比較熱情奔放一點 但Tim Cook 相對是比較冷硬的一個工程師派 所以像我們沒有follow到那麼深的旁觀者而言 就會覺得 沒想到這個同志也有理工派的同志 對 的確 的確是 的確是如此 Sleep Jobs 應該是 straight 一種類的沒有問題 他還不只一個 對 早前跟女友 也生了一個女兒 後來也結婚 他的太太也蠻熱心公義的 也是一個檯面上的人物 Deezen Joanne Bias 到底有沒有結婚啊 應該是沒有 應該就是同居 生一個寶貝女兒 那他可能是社運的重要人士 對 畫面作家 那Tim Cook 的確就像祖神講的 他就是一個工程師出身的 他是抓那個製程的 抓製程的那個專家 那他非常熱愛運動 他非常喜歡健身 50幾歲 身材還是保持得很好 對 保持得非常好 那他給人感覺就是一個非常冷靜 犀利的 犀利 然後非常腳踏實地 No Nonsense 那種工程師 其實他有一點點像華爾街風 就是華爾街很多高階管理者 其實就是那種sleek 非常流線型 然後這個 不多說廢話 那幽默感可能也沒有太多 那所以這個 大家當年他接班的時候 我們都在想 蘋果可能會有一些新的領導方式出現 對 那其實大家 其實他昨天那一封 他出櫃 出櫃當然是一個消息 那另外一個值得注意 就是他寫的那一封 等於說是告白 或是說心路歷程 也讓人蠻驚艷 我先打個岔 就我看我比較訝異的是 就一個工程師行文作風 他很愛用所謂的成語 就是這個跟一般工程師就是 太平就是 我今天step 1 step 2 其實不一樣 所以導致 我想我看到好幾個台灣的媒體 在翻他的文章的時候 有很多的這個重點 他是必須要特別加注的 因為不是 就是我們最多做商業書信的時候 不會做這個 像我記得他裡面有個什麼 叫tip point up 就是這個東西我們 除非是非常喜歡賣弄文采的人 否則真的在這種書信裡面 商業書信不會用 那顯然他文采還比我們預期要好很多 對 就我們看到一個工程師他柔情的 真的 文青的 文青的一面 工程文青 對 工程文青的一面 好 那我們看到說他其實也剛愛 他一開始就講說 他一直在對自己的同志身分很坦然 是 他沒有什麼坦樂 過來也沒有要遮遮掩掩掩 但是他過去他很重視自己的隱私 他如果說我是蘋果CEO 我是工程師 對 那至於其他我的私生活 Other than that 對 none of your business 對 就不干別人的事 可是他後來慢慢慢慢越來越體會到 越來越體會到 他還是有必要 有必要公開站出來 表明這個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實 他相對安全 其實他在矽谷這個 Silicon Valley 所以加州這一代是 已經是對於同志非常保護 就跟之前 我們等一下搞不好可以談一下 是紐實還是哪一篇 就是台灣是同志的燈塔 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個人其實比較好奇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tipping point 什麼樣子的轉捩點 讓他覺得有必要站出來特別深 他裡面提到一個重要點 就是他裡面贏了 Martin Luther King 金恩博士 就美國民權委員 是 民權委員金恩博士的一句話 說一個人在一生之中 他不斷要想到一個問題 等於說每天 每天時刻都要想個問題說 我是不是正在幫助別人 那我覺得對一個工程師 對一個CEO 對一個企業家而言 這個idea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 那頂心未加很顯的就是一個負面的例子 他都想要幫助自己 他都發了很多時間幫助自己 你就可以知道 一個企業家如果不這樣想的話 他會對社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對自己造成傷害 是當然他是活該 是 對社會造成傷害 那就是 那就大不應該 那我們看到說 酷 他就想到 他就是 他感覺到 越來越感覺到 他身為一個 全球最重要科技公司的CEO 他職責絕對不只是推出好產品 是 絕對不只是賺錢 絕對不只是照顧員工 照顧股東而已 他其實可以在社會上面 發揮更大的力量 是 所以他今天之所以站出來 並不是覺得說 他覺得很OK 很safe 或說他覺得說 他有什麼其他目的 他是覺得說 他這樣站出來 可以幫助更多人 幫助更多的同志 男同志 女同志 真的幫助更多的少數族群 是 一方面 這幫助大概有兩個層面 就私的成分 就私人的層面 可以讓這些少數族群 讓這些同志 女同志 更能夠接受他們自己 是 更能夠接受他們 那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能夠對社會 對美國社會或其他國家的社會 能夠造成一個正面的 正面的一個改變 讓這些社會 能夠更尊重 更尊重同志的 各方面的權利 是 因為其實應該這樣講 2014年以來 這個社會上推動改革 特別是在美國社會 推動改革的力量開始逐漸崛起 但也因為逐漸崛起 所以相對來講 打壓力量就會跟著出現 那包含了足球員出櫃啦 包含了各州的這個同志婚姻合法化 那都因為這個支持力量崛起 所以相對來講 反對力量也跟著再出來 那當然我想台灣也是同樣的狀況 那這個今年的同志大遊行 也包含了 今年護家謀好像沒有像去年鬧那麼誇張 今天至少沒有納粹軍 對對對 就他那個圍圍圍著船的 這很經典 讓人有點失望 就其實應該這麼說 在我想這個庫克這一次的出櫃 其中一定的影響力 是讓同志族群有一個 想望的一個燈塔 然後比較符合傳統社會的概念 就是你等於可以跟大家講說 那也有人功成名就 那並沒有因為他 他這個與大多數主流不同 而沒有獲得什麼樣的成就 那他也沒有因此 而這個什麼上任之後 就迫害異性戀對不對 那所以他有他非常關鍵性的意義 那我其實只是很好奇就是 那當他出櫃之後 那真正的保守團體 到底接下來要怎麼做 這是很讓人困擾的事情 目前就美國情況而言 那同志運動 這幾年是風起雲湧 尤其他們主打那個婚姻權 也就是台灣這一陣子 這一陣子 爭一點厲害的 跟我們多元成家有點類似 不過他們比較單純 他們就是要 就是婚姻合法化 就是要爭同性伴侶 可以合法的結婚 台灣多元成家 那其實範圍拉得更廣 他戰線拉非常廣 那見仁見智 那是否有必要拉的那廣 還是說要一步一步來 那見仁見智 那美國的話他就很明確 他就是每個州 每個州 只要這個州還不允許同性婚姻合法化 那這個州的同性伴侶就會打官司 打聯邦地方法院 打到聯邦上訴法院 那聯邦上訴法院 現在基本上同志伴侶幾乎就是暫無不勝 公務不克 現在幾乎 他們有沒有打到大法官啊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後來有幾個案例 最高法院就宣布說拒絕受理 也就是下放給州政府 對拒絕受理的意思就是說你聯邦上訴法院怎麼判就怎麼判 哦 對 所以就是說以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 為準 為準 我們尊重 因為後來上訴的都是州政府 都是敗訴的 保守的 保守的州政府 希望說這個聯邦最高法院出來幫他們講講話 說這個侵害州權等等等等 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就用這種不受理的方式 等於間接承認肯定 是 就同志婚姻應該要合法 也就是被動讓步啦 對 你各州不合法的 你就等著違憲官司判決吧 只要這個判決出來 我聯邦最高法院 我就不做干預 我就承認這個判決的合理性和法律 不過這一類的抗爭其實 不管在美國啊 或者在台灣 其實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反對那一方 多半是有強烈的宗教力量跟組織力的 所以 我們難得扯到一點點國內的政治 像譬如說 這個盛文兄前一陣子 就是這個也遇到一個苦衷啊 當然你要刀他也是可以 就是他的狀況就是他貼了一篇支持 多遠成家啊然後同事大有行啊 那後來就撤下來了 那他們的人員是透露就是 這個某些中藥團體集合不停打爆他 那 可以想像 但我個人還是覺得像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不是那麼健康 當然可是那是他言論自由 那只是 我想 盛文兄的公關危機處理真是很不好 就是 你要嘛當個烈士 那你要嘛就不要出頭 對 要就停到底 要嘛就要這樣子進進出出 聲聲說說的 對 那這反而對他帶來一個執行力上的質疑 就是給你感覺收出兩堆啊 你哪裡都要討好 一方面想要賺一點 同事運動的 沾一點光 一方面宗教保守團體來了 大軍壓制 你又擋不住 你馬上又退縮了 我覺得像這一次庫克出櫃之後 我記得這個 臉書的創辦人 這個Zuckerberg 也在他的臉書上這個表達支持 說這才是領袖風範 那 我想對國內的這個 極端保守團體來講可能很痛苦啊 就如果你要抵制iPhone 抵制臉書 那你以後要怎麼遊行呢 你要透過什麼東西呢 抵制Apple 對 你的iTunes都也不能用哦 你真的要 真的要跟同事劃清界線 真的 那就只有HTC可以用啦 哎呀 辛苦啦 所以 我想這個議題恐怕接下來還會持續啦 不過 我自己覺得有點稍稍可惜就是 其實Tim Cook 寫的這一篇文章 非常鏗鏘有力 如果他是在演講中說出來的話 我想那個衝擊性可能是 更大的 不過意外就是他真的文采很好 對對對 這個是讓我們很意外的一件事情 那 工程文慶 對啊 真妙啦 好 讓永遠有所期待 希望他多寫一點東西 對 也因此希望他接下來蘋果的開發 可以再 再比我們預期要再高一點 對 否則這個 我臉書上都有人講說 媽沒創意 就是因為你同心臉 我想 欸 這個 對啊 再牽托 拜 拜拜 拜拜 好